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身边的人不仅不懂自己 还在抱怨 没有人陪你感同身受 何必说那么多 说话也很累 昨天下午 辽哥发微信给我 每天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徘徊很久 然后才开门进屋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辽哥在家化工厂上班 每天戴着厚厚的口罩 搬运化工原料 工作又脏又累 但是他回到家不仅听不到嘘寒问暖 反而被妻子埋怨 妻子嫌弃他赚钱太少了 买不起大房子 也买不起豪车 就是去娘家一趟也没有面子 娘家这些年因为争地拆迁 个个都是爆发户 只有辽哥 普通 工人一个 不值一提 周末的时候 辽哥带着儿子去逛街 儿子问 老爸 以后我长大了 当老板 你给我打工好不好 辽哥说 好啊 就是怕到时候我都干不动了 转念一想 儿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原来是儿子打心眼里看不起他 在儿子的眼里 父亲是无所不能的 可是辽哥令儿子很失望 儿子班上的同学 他们的爸爸都不差 对于辽哥的人生状态 我能够理解他 不是他不够努力 而是他无能为力 每天回家的时候 本来应该退去一天的疲惫 开开心心地和家人吃顿饭 享受一下悠闲的时光 但是家里人的不理解让他望而却步 有家也不想回了 但是不得不回家 我还能想象到 辽哥回到家的时候 一句话都不想说 哪怕是工作中受到了委屈 也懒得说 宁愿一个人安安静静发呆 也不要和谁交流 人到中年 有多少人和辽哥一样 劳累了一天 连一个好好说话的地方都找不到 也许 我们都活成了辽哥的样子 一 越成熟 越沉默 记得罗曼·罗兰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有些事情是不能告诉别人的 有些事情是不必告诉别人的 有些事情是根本没有办法告诉别人的 而有些事情即使告诉了别人 你也会马上后悔的 的确 人生在世不应该把什么都挂在嘴边 说出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但这样的口无遮拦 往往是不成熟的表现 关于成熟 有人曾说 人之所以烦恼 是因为经历的事情太少 在意的却太多 得到的也太少 而一个人越是成熟 越是沉默寡言 沉默寡言并不是不喜而言 而是更不是不善言辞 只是不懈多言罢了 那些年少懵懂的人 多是喜欢热闹 喜欢去人群中寻找刺激 喜欢去热闹里寻找内心的安慰 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 年龄的增加 一切也不再是曾经天真时以为的模样 人越来越成熟 是因为经历的多了 明白的也多了 一个人越是成熟 也就越是不再在意外在的热闹 反而更加注重内心的安定 越成熟的人越是细子如今 越是沉默寡言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所有的善意都会得到回报 也并不是所有的来客都值得相信 这世间人心冷暖 是每个人都会经历 并且面对的无奈 有时候说的多了 反而弄巧成拙 越发沉默 是因为明白了 虽然这世间的人来往不断 可真正能够走入自己内心的 却寥寥无几 人生不如意之事 是有八九 可有些痛苦 只有自己去感受 毕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 不会那般在意你的感受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必然是能够自我调解 自我消化的 所以 越成熟的人 越沉默寡言 越成熟的人 越会选择止于唇齿 或许这便是每个人的孤独所在 却也是每个人走向成熟的 必经之路 曾经年少兴狂 喜欢将所有的是非 黑白分得一心二处 直到成熟之间 才多了那份稳重 其实 有些事情 不必太过计较 也无需那般较真 以前 太过在意 那些闲言碎语 喜欢逢人就说 想人解释 可是后来 你才发现 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 在意你 也没有多少人会真心 倾听你的解释 所以 你选择沉默 选择不说 选择对那些闲言碎语 不理不睬 面对他人的异样眼光 你选择无视 面对他人的说三道四 你选择忽略 因为你相信 轻者自轻 更何况 根本少有人愿意 相信你的解释 生活本就那般苦涩 为何还要去给自己添堵呢 不去理睬 选择沉默 或许便是成熟的表现吧 人与人相处 有时候就是这样 不喜欢你的人 即便是对他全心付出 他也只会觉得理所当然 甚至是不屑一顾 看不惯你的人 即便你再怎么完美 他也总是 鸡蛋里挑骨头 给你找茬 所以 不如作为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将一切都看清 看淡 也许之后的日子里 你便会慢慢明白 越成熟的人 越是稳重 越是成熟的人 越是沉默寡言 二 也许有一天 你都不想和别人打交道了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开始做减法 慢慢淡出了微信朋友圈 自己不发朋友圈 也不去看别人的朋友圈了 还有的人设置了 朋友圈三天可见 其实设置不设置 也毫无意义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发朋友圈了 退出了很多的群 特别是一些废话群 大家都在群里聊了些 毫无意义的事情 还有人在群里寻找 欺骗别人的机会 寻找可以被骗的人 也有人 在群里谈情说爱 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同学群里 也多半是几个有钱人 在炫耀自己 几个有地位的人 在吆喝 穷有点的同学 都不好意思说话了 亲戚群里 大家也没有了 共同语言 各有各的家庭 很少去参加聚会了 不管聚会的人是谁 朋友 同事 亲戚 熟人 他们的聚会 多半是吃吃喝喝 喝醉了伤身体 要是你酒驾了 就更加危险 我的表哥 有一次参加酒局 就把这些问题全占了 当天喝酒的时候 酒醉架了 从电瓶车上 摔了 然后他的那群 所谓生意上的伙伴 一个没上心 觉得摔得也不严重 还把表哥 拉到了喝酒的饭店 最后 还是表嫂去了 把表哥送到医院的时候 检查出肋骨 断了一根 酒友就是酒友 指望他们能做些什么 就是真的想多了 可能有的时候 因为工作 会避不开一些应酬 但也就 仅止于此了 但是回家吃饭 哪怕家人不懂你 起码你可以安心吃一顿饭 真的累了 可以喝一杯小酒 自珍 自饮 不喜欢 熙熙攘攘的街道了 就是走进人流 你也是很孤独的人 坚持独来独往 能够不麻烦别人 就不麻烦别人 在陌生的城市走路 靠导航 而不是靠温路 很多人从生命里赶出去了 你的人生反而自由了 没有了可以说话的对象 那就常常反思自己 学会读书 一个人 一杯茶 一本书 就是最好的时光 三 沉默 是一种气度 别人嘀嘀不休地说话 你就保持沉默 让别人无言以对 你的沉默 就是在告诉别人 要时序一点 别来打扰你 保持沉默 就是接受了事实无常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冰来降挡 水来吐烟 靠自己扛起来 一切都会过去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沉默不仅仅是 反抗别人的语言 还是在和自己的命运抗争 深呼吸 加把劲 让自己在沉默 这爆发 让成绩 为自己代言 当一个人喜欢说话的时候 其实是愿意 敞开心扉 当一个人 不想说话的时候 越沉默 越心累 家人相处 如果有人沉默了 其实是对家庭 很失望了 朋友相处 也是如此 你是从什么时候 感觉到心累的 大概是找不到 可以好好说话的人的 那一刻吧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